天然古佛词语无心无为 今天大道所传导的 是要大家能够自修自证然而 用什么方法让大家能够悟呢? 从来道都是只有放下才能获得的 徒儿们放下了什么呢? 不都是捡起石头 往自己的包里放吗? 赶快放下自己想要的东西 戴维师教导你利用各种方法 无为无心无心地去做 无为地行出来 要生其心而无所助 要度化众生要成全后学 凭着什么心呢? 是仁慈心 或功德相呢? 是未将来 成佛或回天堂凯作吗? 若是如此则是大大的错了 天堂并不是追求而来的 当我们求的时候就失去了 所谓明来暗示懂吗? 世间凡人追求名利 修道人追求解脱 都是有求有失的因为有求 内心已有对待产生了分别 而这个分别心 就是生死轮回的种子啊 天堂不是在上面造就 或百年之后才能够去的 而是在当下是否能够转念 若时时刻刻都为众生着想 时时刻刻都舍己为众 浑然望我则天堂极限 为师的心愿就是要宇宙的每一处 都建立成天堂 让它处处皆成净土 人人内心能够平静 自然人间成土就化为净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